世界唯一因为移民而毁掉的国家 此外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利西移民的国家 发展也是非常不错 都是西方发达国家 因此有大量移民的国家 一般也是比较繁荣、比较发达的 有了移民会更加的活力十足 而这个也有例外 在世界上也有被移民完全毁掉的国家 最典型的是下面这个小火 本来非常富裕 非常有钱 但是因为移民彻底坠入深渊 成为最不发达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象牙海岸之称的西非国家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领土面积超过32万平方公里 是西非地区一个小火 很多人看到此 可能很是不能理解 非洲的小国能吸引移民 这个就要追溯到科特迪瓦独立出息 科特迪瓦在殖民时代被法国占领 以象牙最为著名 本身经济基础条件不差 资源丰富 而1961年独立后 国家进入稳定期 迎来长达3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 整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 工农业快速发展 在70、80年代成为整个非洲地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被称为西非民族 人均既地匹位列非洲前列 当时科特迪瓦也才800万人 典型的小富国 而科特迪瓦有钱 自然会吸引大量的移民来此打工赚钱 虽然无法吸引非洲以外的移民 但是对于周边动乱国家难民来说 吸引力还是非常巨大的 尤其是像马里 加纳 布基纳法索 几内亚等 这些国家长期动乱 百姓流离失所 自然都往科特迪瓦冲 而当时科特迪瓦总统布瓦尼 不光对此不做阻拦 至少设置一定的移民标准 而布瓦尼敞开大门 欢迎移民 毕竟国家人口上 因此毫无限制 甚至还跑到邻国去宣传 移民和特迪瓦有多好 甚至在国内政策上制定优待移民的策略 很多人看到这可能不懂 即使在有钱的美国 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 也不可能有钱到养活那么多人口 小小科特迪瓦为何气候这么大 敢这么做 这主要是布瓦尼的私心 他希望用外来的穆斯林移民 压制本国人 让他们更加服从自己的统治 因此 这些政策下 那些吃不上饭的穆斯林 难民 跟风的市场往科特迪瓦冲 短短十多年 科特迪瓦人口从八百万增长到一千四百万 再从一千四百万增长到两千多万 而且这些外来移民生育能力特别强 是本地人生育率的好多倍 所以很快科特迪瓦国内民族彻底逆转 外来移民占据主导地位了 他们开始不断地判断 夺权 最终成功夺权 现在 科特迪瓦已经是移民的天下 而移民到来之后 整个国家陷入长期的动乱和战争 经济极大的破坏 也就是近二十年光景 科特迪瓦从繁荣的象牙海岸 成为现在赤贫的最不发达国家 穷的是叮当响 换一个视角纵观古今 发出自己的声音 写历史我们是认真的 更多精彩 请关注农夫史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